Mirror Porco 大家好 我是蒲韻診型外科診所院長張子芊醫師 今天子芊醫師呢 是抱著一個很興奮的心情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藝辱 Motiva Joy 中文是摩的二代啊 或是摩的2.0 或是摩的爵士好拨 其实都是她的名字 其实依子倩医师使用了很多摩的一代的经验 其实摩的一代的安全性真的是很高 那她的夹膜很薄 术后照顾很简单 但对于一些乳腺组织含量比较少 或者是她的皮下组织比较薄的女性 那她又希望能够做比较大的尺寸的时候 当我们的乳乳尺寸增大 高度增高的时候 摩的一代就会有一个 摩起来比较Q弹的那种感觉 摩的2.0 她就是针对了柔软度方面做一个很大的提升 她保有了摩的1.0 原本外膜的安全性 那同时她增加了一个超级细胶的成分 这个超级细胶她其实不是里面的胶体 她指的是一个内层膜的升级 她可以让外层膜跟内层的胶体的贴合更加的好 贴合度增加之后 我们的柔软度也会更加的好 实地去摩会觉得 她的皮整个跟内膜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会摸到那个外膜的感觉 所以整个胶体的柔软度都会大大的增加 安全性的同时又更加柔软 所以对于一些想要做胸部手术的球眉者来讲 是非常大的福音 今天的球眉者叫Luna 她的身形是属于比较瘦 她的皮下脂肪厚度其实是很薄 而且她几乎没有胸部的那种感觉 Luna她希望罩杯能够一次升级比较多一点 但是因为她的胸阔不是那么的宽 她整个人是比较娇小的 然后再加上皮肤的脂肪不是很厚 其实这样的女生她术后的夹膜软缩 也是一个我们要考量的一个点 所以我帮她选择了Motiva Joy 主要就是因为她的膜面 是奈米丝从面 所以她的安全性是我们可以信赖跟放心的 同时她的术后照顾也很简单 她不需要太多大力的推动或按摩 在整个术后的满意度 对于Luna来讲我觉得会是最好的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对自己身材蛮不满意的 因为我这几年其实有在陆陆续续的咨询隆入手术 刚好遇到张医师是女医师让我蛮安心的 她也有依照我的身形给我适合我的建议 那实际摸过Motiva Joy 她的材质是很软的 那术后也比较不需要按摩 可以省下照顾的时间 实际咨询的过程让我感觉到很放心 让我可以把自己安心的交给张医师 哈喽我是Luna 我完成Motiva Joy 已经三个月了 当下做完是很想要看胸部的状态 不过当下是被束带束住的 所以其实看不到 那我就很想要刚回家照照镜子啊 那现在没事就会照一下镜子 变得很喜欢看自己现在的变化 术后我都有持续用束带固定 当然也有持续的按摩推动胸部 让它变得更柔软 也有持续的补充B12还有维他命E等等保健食品 觉得我自己大概一个月左右就胸部变得很柔软了 如果我下定决心要做龙颅手术的话就不用管别人的想法 决定了就做就对了 那我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没有早点做 我真的很推荐紫倩医师还有浦韵团队 医师从手术的环境 术前咨询手术过程 都让我觉得很放心 每次术后回诊 医师都会关心我恢复的情况 聊天的时候也是带着微笑倾听我的想法 感觉为我的自信转变应援 真的很谢谢紫倩医师还有浦韵团队 感谢观看